大家好,我是顾女琼博士 现代社会节奏快,压力大 尤其是在最佳生育年龄的年轻人 往往选择独生一辈子 导致人口总数越来越少 但最近一位70岁的山东大妈又上了热搜 原来在2018年已经60多岁的山东夫妻又怀上了孩子 原因可能和药物有关 当时已经绝经的大妈在2018年得了脑梗 医生推荐了软化血管的药物 结果上午吃药,下午就来了立假 之后每月都会来立假,比小姑娘还准时 更奇怪的是,过了一段时间 大妈的立假又消失了 没想到过了几个月之后,突然感觉不适 到了医院才发现自己有了身孕 医院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迹 不推荐孩子生下来 而且两人已经成年40多岁的子女 也不希望看见父母生孩子 但是夫妻两个人都坚持药 老大爷说的是,缘分到了就要珍惜 努力自己多活几年吧 也许生下来对孩子的成长有很多困难 但是不生下来,连经历这些的机会都没有 可以知道,在人知天命的时候 其实人生也是百无聊赖 这何尝不是一种美好啊 他们的儿女应该体谅 就当是自己的孩子就好了 这样不就更幸福了吗 也许生下来,连经历了 也许生下来,连经历了 也许生下来,连经历了